大家好,又是我美食市处非科学主任安迪 我帮大家看一下今天香港的肚餓指数 我们现在看一看分区的肚餓指数 我们现在在全港国区的肚餓指数也是偏高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全港的肚餓指数 我们现在全港的肚餓指数 就由低至高逐渐上升 所以我在这里看见大家 没什么事都没出街 尽量在家看我的YouTube频道 学下怎么做食物